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遇過類似像這樣子的經紀人 我有一次也是一樣 我就是我去錄影 他說鐘哥這一場 我不能陪你去錄影 我說為什麼 他說 真的不行 我有事 那後來呢 我那時候還是在忠銀那邊錄影 結果我在這邊錄影 因為我那個助理 我的經紀人後來也帶我 唱康熙來的時候帶到紅了 大雄 對 是不是大雄 你還記得他 我一看到大雄 我就覺得他跟劉憲偉有點像 以前我也是在憲憲家族 因為我一個經紀人是這樣子的 那時候我是通告王 那時候呢 我通告很多 後來我發覺 我通告這個月怎麼少很多 後來我那個帶我的經紀人 他是印把我的很多通告 說我沒有時間 他印譬如說跟李懿去上 怕我那個製作人說 欸 你很難發 你怎麼都沒有時間 我說沒有啊 我都在家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可是 可是因為也要那個人 可以頂屁腳踪這還可以 真的 你們是為了要分配就是 我們要看要每個都有飯吃 對 真的就會這樣子 他拿你的資源去養新人 他們也有他們的故事 經紀人看過一下 他還會說 欸 小鐘比較貴 你就我們公司這個比較便宜 效果又好 小鐘哥你現在通告你知道多貴 你來這邊錄一次 一場要3萬6 你是他們三個加起來的 還不夠貴 你騙一點 放肥啦 3萬6 3萬6他會連發我兩場 怎麼可能 所以今天的組合是 小鐘哥 我要控制一下 我們盡量 大家不要把底牌掀開好嗎 我們是在錄節目 這大家在看的 好不好 你平常只有8千 我幫你墊高到3萬6不好嗎 你這墊得太離譜了 鬼都不會相信 唉唷 什麼可能 搞了半天 開獨家女朋友的關係 你不要為了上節目那邊亂講 手瘦得跟鬼一樣 欸 這個我一定要好好的 來跟大家說一下 欸 不要亂講喔 真的 這會出大事喔 真的 這會上新聞喔 會會會會 肯定會上新聞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在賣銀 賣了二十幾年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泰國有開了一個工廠 所以我 我們就是每個月都會去泰國 每個月都會去泰國 他覺得說哇 泰國太好玩了 他經常叫我帶他去 了解了 對 那我就帶他去泰國啊 那泰國一定要去體驗夜生活啦 對不對 就帶他去夜店 一到了夜店 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發現前方有三個女孩 一直對他 他們大概有三四個男孩 對 加上我跟我先生 那我們坐這一桌 他一直在那泡妹眼 他覺得說 他說借可不可以過去 我說可以啊 他們四個男生就一起過去 哇 看他們聊得好開心 聊得太開心 就說要跟我們併桌 我說好啊 好啊 就這樣一併桌一過來 我就發現這個不對勁不對勁 為什麼不對勁呢 因為 他 怎麼 他一直抓人家的手 然後拿過來這樣親 他真的假的 他這樣親他自己的手 欸 因為他也 欸 不可以這樣對姊姊 對 我推自己前的頭 他這樣對一點 微虛了 對 他抓著人家的手要讓親自己的 這通告費才多少錢呢 他在講 這樣 你才拿多少錢 這個很好 你有必要講成這樣子 妮可姐 妳抱這個 魔術已經夠精采了 蛤 妮可姐 妳抱了這個料 以後我們會發更多通告給妳 所以妳要看未來 這樣嗎 對 對 然後我就他講說 好姐 這樣可以嗎 我們待會我們刷拖 我們要去刷拖 我說妳確定 他說對 他們四個男生好開心 因為三個都很漂亮 就說要去刷拖 那我老公說 妳直接跟他說 她們是人妖 原來她們是人妖 對 真的看不出來 變性的 對 每個都很漂亮 不知道她有沒有變性 不知道有沒有變性 對 真的比女生還漂亮 對 我說不可能 這一定是女生的 而且酒精又充腦 對 酒精又充腦 結果我們做了一件很不應該的事 因為這樣問泰國人是很不禮貌 我老公直接就問他說 請問你是人妖嗎 這樣 對 其實是很不禮貌 結果他們三個就 然後他就點頭 他的酒瞬間就清醒 我們趕快買單走人 天啊 而且這樣好傷人喔 對啊 我跟你講 真的妳在 其實小鐘哥是喜歡人妖的 可是這一段戀情 可能就是被Niko姐跟Niko姐夫 對 我很快就醒了 那到底是妳們怎麼看出來的 哪一些特點 哪一些 因為我們也有人妖朋友 他有請人妖店員 對 OK 其實他就認為他自己是女孩 可是我們一看就知道 因為他個子也高 個子高 對啊 泰國人女孩子 對 都是比較嬌小 你就會發現皮膚白 皮膚白 泰國人很少 現在是比較白 可是很少這麼白 對啊 這個超好秀 高 然後皮膚白 對 其實真的很難 對 因為他們聲音是可以嗲起來的 對 我跟妳講 妳們到泰國真的很難辨識的出來 真的 因為那一看過去全部都是安心亞 真的喔 真的喔 因為他們又高 對 身材又好 他們都露腿 對 腿都很漂亮 真的 如果安心亞混在裡面 我可能也真的分辨不一樣 沒有啦 不可能啦 好奇喔 對啊 你跟他還是這樣子 這個故事就是 差一點愛上 差一點 人家要朋友 差一點 那今天要請老師算錢是不是 先要把金 金氏的恩怨先講一下 對 那小鐘哥跟妮可姐 我跟我姐姐應該是 一直在糾纏吧 我覺得譬如說 她上輩子 我覺得不用老是算 我大概也算出來了 上輩子 蛤 我應該是青樓女子 因為我幫我姐姐賣銀 妳幫妳姐姐賣銀 我還沒進旅行圈的時候 我都是跟她賣銀 這一次啊 而且我是她主要的那個 紅牌 紅牌 對 她現在有當我的經紀人 對 等於說我的錢還是她在管 還是她在賺 所以我就覺得我是永遠是 就是替她賣銀 脫離不了我 脫離不了她 對 永遠的糾葛 錢永遠都交在她手裡 永遠都交在她手裡 印章 存折 全部在我手上 地氣 也在我手上 那天她要領錢 還是問我說 妳的印章弄丟了 我說 我全部都交給妳 他說沒有 妳弄丟了 我說妳去找 妳弄丟了 後來 我找到了 真的是在姐姐那邊 也不是在那邊 真的在姐姐那邊啊 而且我姐姐她是我的經紀人 可是一般來講的話 經紀人其實可以幫藝人處理得很好 那我姐又是超級的路痴 好 我們常常要去做活動 不幹嘛的 他說欸 搞定了 我這次幫妳下載了 最早Google好了 妳就照這路線走 一直開 要去觀音嘛 對 開... 路越開越小 哇 還逆向行駛 我還走單行道 我往那邊開 趕快 開...看到很小 開到快要開到田中央了 看到那個電信桿上面寫天國進 我的老天兒啊 我這麼荒涼 真的 真的 然後我睡著迷迷糊糊的 他突然叫我 他說欸 你倒到哪裡去 我眼睛一張開 天國進了 我真傻眼 我也不知道 我就看那個故宮地圖啊 然後有時候我們要去唱歌 我們算是主持人 那偶爾會臨時會被Cue唱歌嘛 電時間嘛 我說你隨時要帶著那個 我們的卡拉 這算是基本的配備嘛 經常都忘記到 有的是 終於又臨時被Cue 他說我有帶 立刻拿出去一放 哇 分開的結果 結果 結果 跳整 結果我傻眼 我看了PD 我說怎麼卡拉會有問題 他給我這樣 他給我這樣子 我整個傻眼 還好他臨機一動 他說卡掉 然後他自己清唱 清唱 然後全部大概1萬多個 那個觀眾朋友 就在下面噓他 沒有 打手機 手機的燈 跟他這樣子 對 反而是那一次 那一次是我有史以來 最大掌聲的一次 真的耶 所以就是很壞 結果就是你解決幫你安排的 就錢 這就好像那種 你要左邊你要上台之間 不小心滑倒 跌倒 那一次掌聲是最大的 真的 結果他下來的時候 我下巴害怕死 我說完了 他不知道對我說什麼 他沒有 他就這樣 你的卡拉下次要注意一下喔 哇 好溫柔喔 好好 他也得到好的機會 因為我姊姊旁邊有拿著那個 那個刀你知道嗎 他也準備好了 他也沒在怕你 他也罵我 哇 好 原來兩個人這樣子就是分不開啦 是啦 這種相愛相殺的狀況 其實在前世今生有兩個模式 一種是從前世 完全一模一樣的狀態帶來今生 那種就是功課沒做完 或是靈魂想要再來體驗 繼續這一次再修就對了 那第二種是完全相反 就像譬如說 立東打堅哥啦 那這輩子會相反的這種概念 那這種 就要上輩子打我 我這輩子換我打他 對 可是他不是報恩報仇 那個這種還債概念 他不是 他只是你當下選擇的 產生的因跟果 那第二種就是 好 對 幫多 幫對方相信 對 幫對方的立場 對 最適合你修行就對了 對 所以呢 他們的前世今生是 有啦 有上出來 對 就是說 對 前世你可 就是姐姐其實是大老婆 小鐘呢 是那個家裡的小妾的兒子 蛤 還是小妾的兒子 那你會看不爽的啊 那應該不會太喜歡吧 那這個狀態是因為姐姐呢 那個時候是 妳是大老婆嘛 可是妳沒有生 可是妳又想要增加產 剛好這個小妾又不受疼愛 所以我對她很好 對 你就要拿她來幫妳增加產 你用她就對了啦 我只妳的一顆棋子 一顆棋子 對 但是妳又愛她 因為畢竟妳自己沒有嘛 對 然後她又對妳很好 所以這輩子 其實小鐘哥就很辛苦啦 就是妳必須要去 包容我 然後去包容她 就是去感謝她 對啊 妳要感謝她 因為到最後家常會到妳這邊來 對 還是歸到我這裡來 對 小鐘哥手上拿的是什麼呢 這個厲害 這個是我那 以前跟玉琳哥主持節目是 好亂騙人 但是我跟妳講 收視率很重要 經常那個 如果收視率不好的話 現在的長官其實耐性沒有很夠 不給妳一劑就直接把妳砍掉了 那時候我們做得戰戰兢兢 那時候玉琳哥開了一個新節目 我是主持人 我們就一起在看電視 那時候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他就說 小鐘跟我一起拜 就是拜所謂的 電視神他不是要這樣子拜 他是要拿一個內褲之後呢 紅內褲 放在頭上之後呢 你要邊看 邊看著同學來 逆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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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啦 第二天收視率超高的 開紅盤 開紅盤 真的 我跟你講你們回去 三個回去試試看看 我們現在就試啊 對啊 小鐘哥加油 那小鐘哥穿過的嗎 沒有 我是帶頭 那都是凱蒂貓 好看 好看 要幹嘛 逆轉勝 逆轉勝 對 逆轉勝 逆轉勝 對 可以 這樣就會收視率就會好 對 而且你要看著你的同學來的 邊這樣轉 邊看 邊看邊轉 你要 對 是在看的時候 不是在錄的時候 那我們都約播出那一天 大家一起 錄的時候做搞不好更強 對 錄的時候其實你願意一直帶著也可以 對 觀眾都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就是在播出的時候 你們同學也是記得喔 播出你們這一集的時候 準時拿紅內褲 逆轉勝 逆轉勝 我要看到畫面喔 大家錄下來 帶回來給我們 但是講這些 我想要知道小毛老師的心情是什麼 就是你聽到說這個很準 這個時尚 你會覺得說 戴電視繩 好像有一點關聯嗎 應該說 真的 信念 信念 其實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對 人為什麼會活得痛苦 就是愛比較 對 比來比去比到比成傷害 譬如說我以前最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修比杜華 倩倩家族 對 那時候其實壓力真的是來自於 親朋好友 因為那時候譬如說修比杜華的 其實 第三張就解散 天啊 所以那時候呢 爸爸常常會打開電視來看 他就看到 又看到那個NONO 又看到康康 他們每天在主持節目 每天在上節目 他說 欸 怎麼你都沒有上節目 其實那時候壓力就很大 就變成說一樣在同一個家族 但是你就是 那該怎麼辦 又跟家裡住在一起 那時候會每次打扮得帥帥的說 騙我爸爸 因為我家住三峽 騙我爸說我要去上通告 其實我是開到大安森林公園那邊 那時候壓力很大 壓力太大 我在大安森林公園 我就在想說我接下來該怎麼辦 都沒有辦法上電視 想辦法可能又是去看笑話 或是什麼 因為倩倩家族比較強 畢竟是 對 別人看笑話 對 你是在大安森林公園那邊坐著 然後一堆人笑你 真的 因為有的人就好像看 修比杜華 對 沒有 他還認不出來 就覺得你這個人好像 看過你在電視 看過你在電視 又好像沒看過 有的還叫我小馬 小馬 對 你不是那個霹靂啪啦那裡 還沒那個 劉根宏對不對 好 我說你不是那SBDW 是八道仔的 是八道仔 對啊 沒有啦 後來我就覺得那個 我就那個比較的壓力 我覺得剛好也是促進自己說 想辦法要更努力 要成長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我跟朋友去那個海邊 我們因為是學習 我們出去會常聊天或幹嘛 結果那天那個海真的太漂亮了 咖啡我就喝了 我就很舒服在吹著海風 他說欸 你幹嘛 我說我幹嘛 我說你幹嘛不講話 我沒有不講話 我在放鬆 你有沒有心情不好 我說你沒有心情不好 我在享受這一刻 他說我覺得你心情不好 否則你平常都會講笑話 朋友在那邊 就 我只想享受這一個時刻 這個美景好好放鬆 那你硬要說我心情不好 小鐘哥應該沒有這個時候咧 應該是對方不太優 對 不太優 不太優就是算是小優那種的就會 其實我是跟小優去看 喂 小優囉 厲害 搞得我心情很差 其實我 其實我又想跳海 想去尋短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有時候男生不想說的時候 你不要硬去逼他 因為男生有時候 他真的可能有一些心事 他要自己笑 或有時候他真的想要放鬆 也不是要 一定要想跟你分享 因為有的東西 真的不適合跟別人分享 因為別人 你跟他分享 只是增加他的痛苦 他也幫不上你的忙 我開車技術不好 不太會停車 對不起 這個真的是我的切身之痛 我跟你講 女生會覺得很丟臉對不對 對 但是就學不好 因為我其實開車的 我比較常騎滑板車 騎腳踏車 其實我車沒那麼常開 所以我載 我曾經有一位女朋友載我女朋友 我停車其實位子還蠻大的 但是我要三次之後才停進去 停進去之後那車還是斜的 我曾經交一個女朋友 他就是看著這樣 他直接下來直接踢我的那個輪胎 你會不會停車 超丟臉的 像是在超丟臉 他壞 他就打 鑰匙給我 我鑰匙給他 他直接開出去這樣 哇 兩車都進去了 跟他問講 真的 問講 把車門關了我就覺得 真的很丟臉 可是我覺得 真的男生還是會拉不下臉 你講完這個故事我都不尊敬你 真的嗎 真的耶 真的好像一定要會停車 所以說我就是那時候 臉又拉不下去 停車技術那麼差 開車技術不好 我就說 太有這麼嚴重了 開牽托是自己的身體問題 是小鳥還是小腿 小鳥 小鳥吧 小腦 所以是小鳥的問題比較大 小鳥一想到小腦 對 我跟妳講 應該是 這個有關聯 有關聯 跟小腦 你有聽過一句英文嗎 Sex 是兩隻耳朵 不是兩隻腳 哦 翻譯給大家一下 什麼意思 劉茵的 劉茵 劉茵的 劉茵的 就是性這件事情 不是在你兩腳之間 不是在你兩腿之間 是在你兩耳之間 意思就是說你的頭腦 對 所以我小腦現在影響到我的小鳥 小鳥 年紀到了 你的大頭害了你的小頭 年紀到了 所以你大頭搞不定你小頭 我跟你講 無論如何呢 起碼這個開車要想辦法把它弄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女生真的很看重男生開車 尤其你開車不帥的話 女生會在旁邊念你念到爆 小鐘哥自己本身是 剛剛有講過 他對於車子 你是有車的人 已經開了20年的CRV 是 而且 汽車絕不開出門 因為我當初呢 我買房子 我就是買在離電視台最近的地方 我那時候就在華視旁邊 買了一個房子 因為那時候老三台 華視走過去 台視在後面八德路 走5分鐘 10分鐘全部都到 是不是省很多錢了 而且人家有的時候 那種救火隊有沒有 一定是找住電視台最近的 我5分鐘就可以趕到 像前一陣子錄那個天才衝衝衝 就突然主持人確診 哇 早上8點 鐘哥有空嗎 有空9點過去 立刻救火 這個錢就是我賺到了 而且連車都不用開 走路過去 有錢也省了 沒有 我真的覺得不行 對啊 不行 那覺得不行 因為假如你要約女生去約會的話 你不可能一直都騎滑板車 如果今天你要 好 可能你約我去桃園 你不可能騎滑板車到桃園吧 你覺得我會騎滑板車 我自己會騎滑板車到桃園吧 這種事情有可能 對啊 太省了你 他會騎個拖車 你搞不好走省道 我跟你講我滑板車其實是 你錯了 我跟你講 我今天滑板車我都帶來了 我跟妳說 你帶來什麼 你滑過嗎 那你這一台要多少錢 這一台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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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順喔 這台不便宜 鈴彈要站在哪裡 鈴彈怎麼辦 鈴彈 鈴彈站在哪裡 可以載鈴彈嗎 怎麼載… 這有三種 這很危險吧 超危險 後面警察抓 你後面警察抓 你為什麼沒辦法錢借我 在後面推車 妳是讓我 這台沒什麼力 這後面警察抓 這樣人家和圓鈴彈很重 很沒力氣 而且鈴彈你還要半蹲 對啊 鈴彈腳都痠了 我很累 他駕車腳都抽筋了 腳麻… 不行啦 鐘哥 你要換一台車 這個真的不行 這都不行啦 你還硬要 你剛剛完全緩慢速度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是一個 環保的年代 對 我們少一點廢氣排出不是很好嗎 還有什麼Call門是不是 百貨公司蹭冷氣 對 我跟你講 尤其夏天 夏天其實說真的 在家開冷氣是最浪費錢的 那個一個月下來那好幾千塊 我就想說那如果沒通告 下午的時候在家又很熱 我想說那就去百貨公司 我就覺得 下午的這個冷氣費就可以省下來 結果我去到辦公室去閒逛 買了一件衣服 吃了一餐 他還是有花錢 喝了幾杯啤酒 那衣服過兩個禮拜他又拿去退了 吊牌沒有剪 吊牌都沒剪 搞了 差不多花了4千多塊 其實我想說很高興 起碼省錢 到我回到家一看 天啊 我忘了罰到家出門 因為現代的冷氣都是很好的 靜音 這幾乎都聽不到聲音 也把自己家當民宿的 陪了 陪了夫人又責兵 我曾經有這個經驗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真的 他失戀 他失戀 真的假的 真的 失戀 兄弟失戀 我跟你講 那時候 那時候就 我有一個女朋友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陪我兄弟 可能去熱炒店 吃個東西 喝一點啤酒 讓他心情好一點 其實我們是帶他去酒店 然後那時候有我啦 克帆 幹嘛說我陪我陪我陪我 兄弟 兄弟們 這種更好 捷脫下水啦 還有馬國賢 國賢哥 國賢哥 我覺得男人最討厭就是你要去 你還說是張克帆要去 帶你去 這種更討厭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要陪 我們那個圈外的朋友 因為他失戀 我們就幾個我 國賢 那時候我們常在一起玩 帶他去那個酒店 找個人陪他談談心 偶爾就是 中間的時候 讓他忘記一些 上面這些妹妹不知道秀舞什麼意思 秀舞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就是燈光會按下來 有女生會跳舞 直接跳到女生上 什麼 什麼 等一下 什麼 我要推錢啦 我要推錢啦 這應該不能講 這應該不能講 我要推錢啦 小哥紀念表有太多細節 不要太細節 對不對 好細節 拜託... 帶他去萬勸煩惱 是 順便我們也 開心一下 因為本身都花錢了 但是我們是真的沒有想要說去 玩啦 因為我們真的是要陪朋友 好死不死的 我們出來的時候呢 被一週刊拍到 就拍到說 小鐘與客房還有一友人 其實那時候國賢 人家認不出來是這樣 太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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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我當時因為是騙我的女朋友 說去熱炒店 其實我是去酒店 後來就因為這個事情大吵一架 對不對 我說 她說你去酒店玩怎麼不老實跟我講 我說沒有 其實我是去朋友 因為酒店其實說真的 我們去也很累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就是叫我們變魔術 講笑話 感覺我們比較像 才藝表演 有點像 對 所以酒店對我們來講細膩 不是那麼大 但是我這樣跟我女朋友解釋 她不相信 不會理解 不會理解 管很嚴 這個也不行 管很嚴真的不可以啦 小鐘哥是不是 我覺得真的是 可是男生也管很嚴啊 很疑人 哇塞 好兇喔 新聞的標準 好兇喔 就是你愛的人就不要懷疑他 對不對 小鐘哥你臉不要那麼紅啦 你懷疑這個人就不要愛他 對不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曾經交過一個女朋友 那麼久的事情妳還在意 我忘記了對不對 誰 王怡仁啊 妳還不記得 王怡仁 我們其他的照片給大家看 沒有啦…開玩笑 從此讓心不再自由 1350 淚乾了一股心來 還是陰陰作痛 分開的結果是寂寞 我的位子已有人坐 誰能告訴我 該如何延續夢 接下來這個就有關於位置 好順喔 就是有關於位置 就是我之前交過女朋友 她管得有多嚴 就是 因為她譬如說她坐的這個角度 是這個角度的話 她一坐上來 譬如說到這個角度 她說妳是不是在別的女人 椅子的角度怎麼不一樣 合理啊 我跟妳講 甚至我姐姐 我媽媽的話 都不能坐副駕 都要坐到後面去 她如果發現到有頭髮 不是她的長度的話 她又覺得妳在別的女人 所以她有發現不同長度 她有發現過捲捲的 捲捲的 對 太可疑了 妳媽媽可能有大波拉 Q毛會捲 媽媽媽是有大波拉 所以頭髮是捲捲的 所以妳一定有不良記錄 不太捲了嘛 妳剛剛 一定會懷疑啊 因為難免嘛 妳說媽媽或朋友坐上來 一定會掉頭髮 吃芝麻哪有不掉燒餅的 或者是妳 哪有不掉芝麻的嘛 對不對 或者是妳可能有時候是 在那個工作同仁 對 搞得我自己每次坐那個 開那個車子我都會 很緊張 我就會被管太嚴了吧 妳副駕不 但我等於說我那個副駕 永遠是為妳而空著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家人跟女兒都擺管太嚴的地方 就她完全不讓別人坐 可是她一定是有不良記錄 惹毛被抓到過 所以才會讓女生一直惦記著說 偷偷送女同事回家 是不是這樣 我曾經載過別的女生 有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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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 但是不是說阿里阿渣的 可能今天順路載蘿莉塔 你哪有載過我啊 我說可阿里阿渣 可是可能就是類似在這個 謝金同事這樣子的 她就覺得妳跟她可能會有一些 互動有一腿 她就覺得說妳這樣不行 還是她問妳 她質問妳的時候 妳自己心裡就是 妳先說每一句話 沒有啦 怎麼會有個流髮 有喔 看起來超心虛的 妳好像突然提了一個份 沒有 這真的我剛才承認 我說我真的真的有看過別的女生 但是絕對不是我要追求的那個女生 或是我劈腿的女生 就絕對不是 所以有劈腿的女生是另外一個 對 是別的 你追求的是另外一個 沒有 好 OK